中央五倍券新權即將上路了 臺北市紀先前推出雄好券之後 又推出的是數位加碼方案 民眾綁定悠遊付消費五千 自己都可以獲得五千元加碼回饋 不過實際算一算 要拿到五千元加碼 必須花上三點七萬塊 有些民眾說這是行修手段片很大 拿出手辦高喊五個大包 五倍券即將上路 各縣是陸續推出加碼優惠 北市也輸郎不輸丁 市長柯文哲大推自家方案 只要綁定悠遊付買五千送五千 聽起來真好康 但看看這個加碼的五千可不容易拿到 實際算一算網購單筆消費一萬元 可以獲得一千元回饋金現用兩次 再到百貨消費滿五千回饋五百 藥局美妝消費一千回饋兩百 便利商店消費兩百回饋一百 這樣算下來要拿到柯文哲的五千加碼 必須消費十九次還得花上三點七萬元 就直接就是拿到五千塊花掉就好啊 因為綁那個又很麻煩 那這個數字的回饋是有點算比較虛 我覺得太離譜啦 這根本不是辯明啊 那一般一般老百姓根本連五千塊都花不起 那永遠都領不到這些錢有什麼用 不只民眾直呼北市給得太小氣 連議員也痛批柯文哲騙很大 柯文哲其實就是一個行銷的大騙子 這樣子讓民眾非常的失望 你這個用五千塊的小匪卷 可以再多變出五千元的回饋金 聽起來是很好聽 但實際上民眾大概也是看得到吃不到 北市推振興卷加碼口號喊得好誘人 只怕雷聲大雨點小 號稱全台最優惠五千加碼 恐怕最後是全台最難領 有可能是全台最大包喔